被阉割的大模型是不是用的很烦 怎么破茧呢 切的GPT这种没有开源的就别想了 大模型开源技术拿加强 我是都照同一遍 深度体验一个大模型 必须要给它来这么一套 那才能真的完成它 各位 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数据机 特个性化的那种这样 你才能真的品出到底哪个是真的好 先准备这样的切的聊天数据机 有几千就搞几千 有几万就搞几万 保存为节省文件 记住 纯度比量重要太多了 那你怎么将你的文本数据集 转为对话数据集 这活很累很烦很糟 不过有方法有技巧 我们之前聊过 完成大模型的第一招 那就微调 先别用那些打折GPU的滑招 就全量微调 其实一参数的模型 4个A100就行了 别晃 别疼 4张这么长的显卡 一个小时成本也就50多块 很划算 代码里面一定要加上WNB 这训练过程可视化多好 实时在线看你模型的训练情况 非常的完美 损失基本降无可降了 就可以早停 实际效果了 自己的数据集 自己各种烙着问 自己体会自己品 然后扩大传出规模 如果是拉满 那就7B13B70B 一路的玩上去 同样的问题 去各种问自己品区别 那些所谓的基准测试 都是品种和能力的 说实话 排行榜的水分也很大 对于我们这种小数据集 没啥意义 你就自己品 看实际的输出效果就行 微调上完 上完缠大模型的 第二招 继续运训练 微调就相当于 你让一个博士 去上一个技能培训班 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 进化了一下 有效果 但是效果没那么大 你想啊 人家都已经夺到博士了 人家固化了认知和偏见 哪那么容易被改变呢 那咋办 那就在他读书的过程中 插一档子 将你数据 对进去 从底层改变他的认识 这个是继续运训练 上面你的对话数据 哪里来的 各种文本对不对 把这个基础文本 也准备成继续文档 加载大模型参数 开源 你随便下随便 然后继续运训练 来他个10万步 你只要这么干了 你就会发现 继续运训练完以后 再微调 才是个人和小团队 玩大模型的最佳路径 输出效果 跟只微调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的数据体 特别的非主流 不和谐的那种 你这么玩会有惊奇 继续运训练加微调玩 那就上第三招了 疯狂的跑token 自动化的代理交换 疯狂的干活 就像我这么高 一天跑他个2000万token 一个模型到底还不好 跑几天你就省之了 就这么一整套 三招整仗 啥模型都已经完成了 把各大开源模型都上一遍 你就会知道 哪个是真大用 如果不是真的鞋 也没有必要 因为真正开源的大模型 只有Mistro 它才是真正的Apple 2.0 真正的完全彻底开源 这那不就可以搞事情了吗 不过即使是这样 Mistro发布的模型 也是被招责力和地球的主人们 严格审核过的 这就是所谓的 对齐和超级对齐 本来这是好事 防止大模型做坏事 但是什么是好事 什么是坏事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他们说的算 所以是不是很不算 特别是欧盛海这种 被批的作扎 控制的大模型 那就更让人不算 是不是很想把这双无形的手 从大模型上给它割掉 这个世界应该有不对齐 超级不对齐和各自对齐 那怎么割呢 就是割书记体 将书记体中的 一切模拟两可打太极 拒绝回答这种尽可能的散掉 最大化学习偏见 和拒绝回答的0 这就是海纯书记体 与民主党的组合 一种未经审核的模型 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不过基本上你问啥 好的或者不好的 不方便掌事啊 它都可以教你 也就是工具 它部分好坏 就看你怎么用了 越强越强越坏 越坏越坏 具体怎么干的 这位大牛的伯格 有详细的介绍各位 是不是还想更彻底 那就把海豚的这套 破解审核的实路 用我们上面的实剑的 预训练架微调 一整套都打出来 你才能真的有一把 属于你自己的剑去谈我 各位希望你成侠吐纳二龙 谈回一起去看看 谢谢